好,最后一部分呢,我们用python来测试resconf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 因为你都知道所有细节了,你知道了method 你知道了header 你知道了URI 你还知道的这些数据 那python只是 换了一种格式来构建而已 其实所以说呢 为什么 测试主要用reslet和postman postman来测试呢 因为他测完了什么东西你都知道了,那python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部分的东西 用python做起来就会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代码 我这也做完了,这个也会共享到内部的网盘里面去的 一共我就做了 四个,其实也就简单演示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都比较简单 首先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get interfaceIP地址 getinterfaceIP地址 OK 我们来简单来 梳理一下 首先呢,我喜欢用的这个 模块 是这个 UILIB3 当然很多人呢也会用这个request 习惯吧,就是说 我用它呢,因为我爬虫呢就是用它写的 我用它呢也比较顺手 所以说呢 我就一直用它,当然如果说你用你喜欢用这些request 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还更简单一些 只是说呢我已经习惯用这个 UILIB3了 然后首先呢关掉 证书告解 然后呢,这可以做一个这个 并发的一个词 你看看有并发词啊,可以并发来做的 但是这个爬虫的时候才有用 我们做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用 然后呢,构建相应的header 其实通过字典的方法来构建的 好,然后呢,我这个呢,构建这个认证认证信息稍微费点尽 其实就是把用户名冒号里的密码 然后通过这个base64做一个编码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认证信息里面去 好,三个头部 accept content 然后还有这个 授权信息 不管你 是不是发 或者你不管你是不是收 你都把这两个头部扔进去 我觉得怎么也不会错 OK 然后呢 这是在构建你的头部 OK,紧接着呢就是刚才 全部都知道了,我们构建这个URL按照我们开始所 结构化的数据啊,拼一个 这么一个URL出来 然后呢 产生这么一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请求 通过这个method 把这个URL 放上这些头部 放上这些body 的数据,但是要通过json给他做个转码 然后给他发过去 然后呢 看一下相应的结果 OK 好,这个 我就不想具体介绍了,因为在具体的政客里面这讲的会比较多 好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你看我们做的一个叫做 config interface IP 这是叫config interface IP 那你只需要传 你的这个设备的IP地址,用户密码,你要改哪个接口,改什么地址 就可以了,比如说记上改到54.4.4 好,这个东西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好,没有什么返回结果,但是我们看一下配置有没有好 有没有搞定 OK 已经搞定了 好,同样的这里也可以创建一个接口,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华为口试 前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缩达 关掉告警 然后呢,制造头部 然后呢,拼URL,刚才我们都讲过了,URL怎么拼,超开始就可以了,拼数据 OK,然后呢,通过post message一定要注意 放到URL,加入头部,弄个body 然后把数据发过去,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黄桂口4,现在应该没有黄桂口4 这个黄桂口3,我们来黄桂口4 OK,黄桂口4就有了,你刚才那个代码 你改一下就能给你还口试配改变地址 好,然后呢,LowShutdown,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这都是刚才我们 一样的,只要把URI改一下 然后呢,把数据改一下 然后注意相应的Method你发过去 把这几个细节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OK,然后得到路由 获取路由 刚才那个数据结构啊,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这个分析起来还稍微有点麻烦 比如说,你getIbView路由,你可以看一下 虽然说他得到了一个阶层的数据,但是这个阶层数据层次很深哦 阶层数据 这个层次很深 很深的一个阶层数据 所以要去认真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阶层数据给包开 你看一下啊,由于是字典嘛,所以说 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给它包开 一层一层的给它包开 然后呢,得到最后一层 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for循环,for循环其实就在对这个 最后一层的里面的这些内容 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列表了 看到了吧,列表当然会有很多的路由的信息嘛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做一个for循环,把那个列表 里面的内容 做一个for循环 给它给提取出来 然后提取这个目的的这个 网络 然后呢 写上这个 这个通过什么 这是一个字符串,拼上它 然后呢,填上下一条 这个执行之后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两条路由,一条more路由,一条静态路由 这通过python来构建的 但是python构建,其实 你 其实python一点技术好像都没有啊,这个都是很固定的格式 其实真的难度还是刚才那一张我们讲的postman这些 你如何找到这个method,如何找到UI,如何知道head怎么填,如何构建数据 这是最关键的 你那些都知道了,这个python只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简单的替换的工作 因为前面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只需要去替换一下UIL 找对正确的method,然后正确的构建body,然后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这是python的部分 OK 那么本章呢,我们的内容就讲完了 OK 希望大家能够每周都花一点时间跟我来一起进步 其实每周呢,应该说这个 讲进化论,其实应该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我每周的在学习,然后呢 把它记录下来的过程,顺便通过一个课程能够加强我自己的记忆 当然我希望 对我有好处的东西,对你也有好处 好 本周我们的这个进化论呢就讲到这儿 结束了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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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